本节目由全新BMW5系独家冠名播出 世界如此喧嚣 真相何其稀少 大家好 我是吴小波 欢迎来到吴小波频道 吴老师如此喧嚣 能听懂得何其稀少 大家好 我是八九零 前两天去了一趟深圳 见到了郁亮同学 过去几年瘦了三十多斤 打了一场大战 然后现在终于当上董事长了 然后我问郁亮 我说这几年在管理万科中 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 郁亮跟我讲 小波 有件事正在发生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 现在有个很糟糕的心结 叫什么呢 叫做不服老 总觉得自己还没老 还能做很多服务称 但你会发觉说 今天的六零后和七零后 和现在的八零后 九零后之间那个代沟 跟你身上有多少肌肉 能不能做服务称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价值观 甚至他的语言方式 跟你完全的不一样 今年中国的职场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就是有一批极其陌生的人开始来敲门 说叔叔 伯伯 阿姨 姐姐 我要来求工作了 也就是1995年出生的人已经跑出大学校盟了 大概有800万人出来求职了 所以中国的职场进入到了一个95后的时代 而同时考大学 进大学的那一拨人是1999年出生的 所以你看大学将进入00后 职场进入95后 玉亮说的 那个不服劳的背后 很可能是今天中国职场中一个最最焦虑的时期即将到来 你看我 我看你都觉得非常的陌生 非常的不顺眼 95后这一代人 我觉得可能是当今世界上 可能是这个国家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唯一的一代 它有三个共同的特点 有的是国家的特点 有的是时代的特点 交织在了一起 第一 他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 而这个独生子女的背后 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批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的独生子女 很罕见吧 第二 他们是天生的互联网的一代 中国开始有互联网 就是9596年开始的 第三呢 他们是二次元的一代 也就是说 他们对真实的世界的兴趣 会小于那些漫画的那个事件 二次元的时代 所以当这一波非常陌生的人 跑到职场里的时候 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 关系领域的权威专家 刘叔叔 杏鸿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他每天跟95后打成一片 我们刘强东老师跟90后打成一片 你已经跟95后打成一片了 为什么叫你刘叔叔 因为我是10年开始研究90后 是一个怪叔叔 对 就我自己是70后嘛 所以70后跟90后差着倍吧 他们叫我叔叔也是理所应当的 对 刚才小白老师一下抛出那么多概念 我估计很多就是可能体验朋友不一定能兜得住 因为实际上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今天说95后来了 就是很多人90前还没搞 90后还没搞明白 我是到我女儿那一波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说 她说你不要叫我90后 为什么 我95后 90后就会这么区别 真的有区别 因为今年差别很大 今年90后的孩子春节以后 开始在探讨成年危机的问题 对吧 那其实这些年一直跟90后在一起 我们看其实90后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叫任性 就是为什么这两年 这个任性这个词那么流行 实际上它背后是有两个因素影响 就刚刚您都提到了 第一个是计划生育 那90后肯定是独生子女一代 这一个鸡蛋你只有给他吃 我爹生了三个小孩 一个鸡蛋咱们都抢着吃 所以这个就是表面上看是因为资源多了 我不用争取也可以拿到这些资源 但核心的原因实际上 因为计划生育极大的放大了家庭风险 就爹妈他输不起 对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用以前那种 相对来说比较散养的方式去教育孩子 所以他这里面最重要的四个字叫过度保护 但是一代人呢 他真的需要如果成熟的话 他是需要有些痛苦挫折失败 包括失恋的经历 那第二个呢 互联网确实对这代人的影响也非常大 就今天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90后讲道理讲不通 为什么 不是说我们这些人讲道理的方法经验不够 是因为这些孩子他根本就不认可你讲那个道理本身 对吧 这是90后 对 95后呢 所以对95后来讲的话 其实如果说我们的管理者连90后还没搞定 那95后对他们的挑战会更大 因为实际上95后他们是从小是活在二次元里面 为什么会活在二次元呢 真实实际不很好吗 我就很不懂 就天天看漫画是吧 是 就表面上他们会觉得就是二次元的世界比真实世界更美好 所谓二次元这个ACJN什么动画漫画游戏小说 我们的这个二次元文化更多还是受日本的影响 这几年我们看到这里面有深层次的 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的原因 比如说你看日本二次元从差不多90年代初开始 那时候正好日本从这个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后跌到谷底到今天还没有这个拔出来 那其实二次元说简单了 它是一种廉价的娱乐方式 对 比如说那我预计我未来很有钱 可能我现在要做的选择就是我去读MBA 对吧 然后我去环游世界 然后我去什么玩什么骑马 然后赛车 就他会他会用那种比较花钱的方式来打发时间 但今天当年轻人对未来预期不够好的时候 他会选择那我也不是很有钱 但是我要把我的空白时间填补上 靠什么 那就是游戏 动画 漫画 小说 就这些东西 这些二次元的基因 如果跑到职场里面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习惯于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 他认为所有的美好的挑战的东西都在虚拟世界 那三次元对他的吸引力在哪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其实年轻人 他对工作的这种热情其实是不高的 就我经常跟这个90前的管理者开玩笑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每次跟90后PK你们总输吗 比如在谈恋爱上有句很重要的话叫 谁认真谁就输了 他主要在搞谈恋爱 对 所以刚刚我们顺着刚刚那个说 就是其实你看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他的时间精力主要花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工作 第二个兴趣爱好 第三个谈恋爱 对吧 那其实对于90前来讲 时间精力不够的时候他会优先去选择工作 但对90后来讲 恋爱在这个年龄 在这个年龄 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比工作重要的 那我们当年呢 我们当年也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就是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想想 工作和恋爱 那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会有限什么 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是吧 对 这个当年很多悲剧都在产生 我要分到这儿 他要分到那儿 然后咱们就找科大素 是吧 报一管 是 所以你看我们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他们把工作放在最后一位 真正发生PK的时候 谁会更在乎 那肯定是90前 对 利欧叔叔讲的东西 有两份报告 是他带给我的 我就挺有意思的 你看 一个是换工作主要的考虑因素 这个他有个90前和90后的一个比例 总的呢 是你看排在第一位的是职场发展 空间展 学不到东西 这个东西比那个工资不高还要高 然后呢 是再接下来是工作软性环境差 工作节奏紧张加班多 还有呢 其他更好的工作机会 你看最后还有一条有意思是 电脑等办公 硬件设备和公司基础是比较差 嗯 设备比较差 而且这一条里面很有意思是 呃 90年前的 选这一个是15% 我看得很吃惊啊 90年以后选这个有35% 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因为 公司的电脑比较差 卫生间不够干净老板的办公桌比较乱 就兄弟我就不干了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自然的 但我相信今天还有很多企业家 包括管理者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 我也没有这样的意识 对 就你知道吗今天如果办公电脑很慢 然后经常死就经常重启 很多时候 90后就因为这一个事会离职 你干嘛自己不买他电脑来的 那今天很多90后自己带电脑啊 对啊 但如果他带着自己的电脑上班 就意味着他对公司的 这个这个配置的东西已经不满意了 这就已经是埋下了他离职的种子 每周一期视频还一游未尽 赶快扫描右侧二维码 成为吴小波频道新人会员 就可以每天听吴老师说万千世界了 已经有超过18万人加入会员大本营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我问你90后他们愿意委屈自己的 第一条是什么 喜欢这个工作 第二个是喜欢这个领导 对 如果他们觉得那个领导是一个大神 就是跟着他可以学东西 然后将来有照一日 他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 那你基本上你怎么虐的他都还是愿意的 这就是奴隶情节吗 不是 其实90后最不喜欢被虐嘛 但他们愿意被大神虐 对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这些其实都是人性的体现嘛 所以你看其实他们今天在价值观上面很大一个转变 就是说 如果你让我说90前跟90后很重要的区别 我的结论很简单 就是有人性跟没人性的区别 就是说你看即使90后要求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不过分的 但是我们其实内心里也想要 但是我们不敢说 很多时候我们就忍了 但对90后来讲他们想到这个东西他就会去要求 所以实际上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就是他们今天对于工作最重要的那个价值观的追求叫做幸福 但是呢90前我们追求叫成功 对 你看我没什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成功里面三个很重要的维度叫财富权力地位 我们只有通过工作你才能满足这三个维度才能获得到财富权力地位 对吧 成功它实际上是世俗社会中的一个衡量标准 没错 那么而且成功的目标很容易被量化 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好的财经作家 你是一个很好的关系领域的一个专家是吧 他做企业家他做到了首富是吧 然后他是个钢琴师他一年巡会500厂是吧 全国全世界排在第几名 这成功目标很容易量化 那如果人的一生他跟这个名利这两个字没有关系的话 那么幸福是完全没办法被边界化的东西 我在二次元里面玩我很幸福 我追求一个看不见的女生我很幸福 那么这个幸福感可以持续吗 然后这个职场里面那不就很崩溃的事情 会不会这一代人变成一个没有世俗目标感的人 那不就废掉了吗 因为成功是外部的评价指标 然后幸福是内在的评价指标 就是我自己认为我幸福就OK了 对吧 但是成功需要别人来给你来贴这个标签 现在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他们其实不太谢于对外部的这种刺激的这种追求 因为他们看中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 但第二个呢 说实话在今天这样社会对95后来讲 想成功太难了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80后 我们说80后很苦X嘛 背着很这个沉重的经济的这种负担 但就算你再苦X 房子你买了车你买了 今天你问90后95后 就他们即使很努力很努力 也买不起大地多的房子 这一辈子我可能也买不起一套房子 所以他就从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目标的列表里把这个东西就删掉了 所以他删掉的是什么呢 删掉的其实都是跟成功有关的目标 留下的那是什么 那就是我内心那种幸福感的东西 这倒也是啊 我在想我当年工作的时候 我看到我那些前辈嘛 二十多岁的时候看到那五十多岁坐到对面那个人 我觉得很容易把他干掉 比如说 兄弟我是用电脑了 是吧 你一天写三百个字五百个字 我一天写三千个字 对吧 我懂一点英语 你懂不懂吗 是 那我就看这个人 我就很容易把他干掉 我想现在在腾讯公司里面看到马化腾啊 丁磊啊 他觉得很难干掉他 你懂得他也都懂 没错 他背后还有两千个亿在那顶着 很难 因为就是无论你怎么努力 那个大的那个时代没有给他 看起来机会很多 但尤其是在这个 我觉得在很多领域 他们可能看起来 实际的机会其实并没有 如果这一代人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到资产的方法 怎么激发 怎么激发90后或者95后的资产幸福感 对 就是其实我们说激励一个人 其实就三个东西哈 无论是现实的生活 还是在二次元里面 就三个东西 第一个货币 跟钱有关的 第二个你给他特权 特权 特权 什么叫特权 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 只有我有的这些 当然你想想 无论你在公司还是家庭里 你有特权的时候 你那种感受会不一样 对吧 包括在游戏里面 大家追求来追求去 很多都是在追求那个特权 对 第三个是内在的认可 但当然这是层面更深层次 比如说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尊重 得到认可 然后有没有成长成就的机会 货币是可以被量化的对吧 货币是比较容易被量化的 特权可以被量化 特权其实也可以被量化 比如说 因为特权就有内在 比较好的高配置的电脑 你用一台比较低配置的电脑 你说这个其实很重要 也很重要 但你看以前其实公司里面 比如说 我是不是有独立的办公室 然后这个 对对对 这也是对我们发言也是特权 然后有没有什么助理 对对对 甚至有没有什么司机 这个很重要的特权 有没有一辆车 对 但今天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职级 他们考虑其实不是那个问题 比如现在有公司里面 他发现就是 九年后经常是请假 那种理由是很奇葩的 那一开始他可能愿意跟你说 但是如果你觉得很奇葩 他可能连理由都不愿意告诉你 那这时候就有团队 有公司他就发行 叫无理由请假卡 就是只要你手上有这张卡 你今天来找我请假 我不问你愿意 然后我马上就批 但这样是这张卡 这不是偏老板心情 我今天好 我给你一张卡 他实际上其实组织他会说 我要跟你去做交换 那拿什么叫交换 你想要特权 我想要你好的业绩 那这样来我们俩这个交换一发生 其实问题就简单了 那你这个事 你觉得跟我们小时候 老师给我们发个大红话有区别吗 其实没区别 但你觉得大红话 能够护得住那个七零和八零 关键是谁发 如果他很欣赏你 他特别喜欢这个领导 不用说给他发个大红话 你就拍拍他见头 那个小王今天干得不错 他都会很买账 但如果说他不认可你 然后你拍拍他 哎呀干得很好 他没准马上转头就辞职了 对吧 所以这对他对领导的这种认可 对 很重要 对 所以这是一种特权 但另外一种特权其实也很重要 我看过我好几个学员 他们的公司在做的事就是什么 他就说那好 光玩虚的天天给你发这种卡 可能也也过一步去对吧 那我们来点实的 一个季度业绩排排名前三名的 那下个季度我就给你 自己挑电脑的权利嘛 那看起来是公司出了一点成本 但是你把这些最优秀的 90后留在公司 你想想你获得的 获得的那个回报是多少 还有最后一个是认同是吧 需要认可 认同 认可 认可可以被量化呢 认可是很难说被量化 因为认可其实它是完全在内在感受这个部分 但内在感受这个事跟90前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关系 包括像这个小波老师在内 就咱们从小接受这种教育 其实我们更多都是在逻辑思考的 就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 你知道情怀道德觉悟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很擅长的 但你知道今天跟90后讲情怀会是什么结果 基本上谈不到一起嘛 对吧 不能同频就没办法公正 不 可能他们的情怀不是我们认为的情怀 所以今天其实对于这个管理者来讲 你让他去做认可这些事 一定是最终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但短期对他们想马上做改变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那钱那件事呢 就是说他已经很擅长了 但是其实90后对于钱的态度 跟90前其实差别是比较大的 所以那块其实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 所以今天如果说95后 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可能特权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就不断的给你升级电脑是吧 对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还有一个数据啊 就是刚才讲的是一个换工作的考虑因素 你看他们那个95后啊 爱上工作的因素里面 排在第一位的叫做有挑战的工作内容 能快速成长 其实我做一个60后啊 我看的是一条我还挺高兴的 这不就是我要的东西吗 我给你一个带有挑战的工作内容 兄弟你快跑 但你看这个报告里面就是 各个代人他其实在这一部分的比例 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对对对 都在30% 你看他最后一条啊 我觉得工作只是谋生手段 谈不上爱 95后是只有3.4% 这个如果让60后和70后来填的话 会是很高的比 是很高的 对吧 不像我当年工作 可能我也不是爱这个工作 就是说我能够在这个城市 让他可以获得财富 可以获得权利 可以获得地位 对 住下来 是吧 跟我爹娘在一起 然后我有份工作 这份工作呢 每个月350块钱 是吧 我们家个病邻居老王 他工作了35年了 是个八级前工 78块钱 是 我就可以了 是 所以谋生 特别对于农村里面的很多人来讲 改变自己的命运 是吧 那有什么爱呢 但他你看这个95后 这比例只有3.4% 90后他们喜欢工作 确实就两个事 一个是工作本身有没有意思 嗯 第二个他领导有没有意思 这个很重要 你觉得领导有没有意思很重要 非常重要 大部分领导都很没意思 对 就是无趣 因为没意思才当上领导 是 所以今天上完我的课 很多那个领导 就把那个那个微信签名改了 叫什么 保持一颗有趣的灵魂 就类似于这种的 因为发现 还是个六零 因为你发现这个无趣 对年轻人来讲 真的是完全没有吸引力 那么如果这拨人95后 慢慢成为职场的主力的话 因为领导者还是六零后 七零后八零后 那么相处之道是应该 这波90以前的人放弃自己的 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去迎合他 还是说我帮你们建立一套规矩 两个都 这是两个问题 两个都需要 但是第一个更重要一点 因为关系里面很简单 谁难受谁改变 对对对 那谁难受呢 那一定是九年前难受 毫无质疑的 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其实你想想 我们最近三年 就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最近三年那些新的潮的 有意思的东西 你跟谁学的 跟比你年轻的 还是比你年长的 所以也就意味着这个时代 其实已经是年轻人的时代了 只是我们还不愿意 把这些位子让出来 所以你在这种PK里面 一定是不舒服的 那最重要的首先是 自己去做改变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机会去 比如说接触90后 甚至95后是 特别幸福的一个事 就是我这问你一个事 真是也是我们可能很多朋友 都困扰的那件事情 你说95后也好 这一拨人我认为是有接自己的人 因为有些人可能叫王思聪 对吧 有些人可能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有的可能是农民子弟 他们同时进入到了你这家公司 然后这一批人 他们的目标感是不一样的 对 有不同的目标感 但是你从他的95后的角度来讲 一个高精致人群的小孩 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 他怎么确立自己的目标感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挺重要的话题 就是每次给 怎么办 给这个孩子们讲课的时候 我们会说到一个就是 韧性其实只是这代人的表象 90后95后的统一的特征是韧性 但韧性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特征叫迷茫 你会发现其实90后这一代人迷茫的程度是非常高 它是迷茫的 而且很普遍的 对 非常像1960年代的 其实这个就跟CPX运动当时的动力是非常接近的 但你知道CPX运动最后通过反抗来完成自我的成长的 他们也在反抗 这种孩子在哪反抗 他们在反抗 他们在反抗 你就在反抗 他们 二次元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 但是在二次元之前 90后为什么那些他们有很极端的 就是大家看起来好像极端的行为极端特征 其实那就是他们反抗的手段 对 而你想想其实80后刚踏入社会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80后是垮掉的一旦 对 但是文川地震也完了以后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对吧 然后你看现在90后 最大的90后 这个出来工作都已经5年了 而这个问题不但没有结束 它反而会有越演越烈的这种趋势 那说明他们这种反抗的这种 无论是特征还是状态还是程度 其实都是远远超过前面那些代人的 对 所以对90后来讲 他给中华民族其实注入了一些不同的这种基因 对吧 就是我们现在更国际化 孩子们他们的想法 就今天中国90后更像欧美的年轻人 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中国的年轻人 对 他们中国去画 是 所以他们其实帮我们在整个这个 这个民族复兴路上 其实能够添砖加把 能够贡献很多的力量 好 他们做另外一场中国梦 反正加带都是中国梦 对 今天跟六叔叔聊啊 真的让我 一个很陌生的角度去了解了我们的95后 这波即将来到我们公司的这些空间的这些年轻人 然后呢也谈了很多 怎么跟他们相处和激励的一些办法 特别重要的是咱们办公司的一定得有一些好电脑啊 除了你正在收看的爱奇艺吴小波频道 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哟 微信搜索吴小波频道 在后台回复关键词95后 就可以获取本期节目的文字资料 你也可以在大头频道媒体合作伙伴澎湃新闻 收看到本节目的精选内容哦 吴老师 为什么科技进步了 但是生产率增长反而放慢了呢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经济学其实就是两件事 第一叫做供给 第二叫做需求 那么科技进步呢会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原来呢你一年做一百万台电脑 现在呢你能做两百万台电脑 这问题是在需求端到底需要一百万台电脑 还是两百万台电脑呢 所以如果科技进步了 生产效率提高了 但是在需求端没有大的提高的话 那么你的生产率增长其实是会下降的 吴老师 前不久啊淘宝查处了非洲小朋友举牌的广告视频 你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可能隔个三天五天就会发生吧 任何一个爆品出现或者一个现象出现 比如以前有一个叫葛优唐 然后就很多品牌去蹭 然后有一些明星事件 然后品牌去蹭 或者说某一个人假一个小目标 大家品牌去蹭 我觉得是一个蹭流量 蹭内容的一种小的伎俩 过去就过去 吴老师很多二线城市纷纷推出优惠政策 争取一线城市的人才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在2016年北京市的人口净流入已经不到10万了 上海市大概已经停滞掉了 主要的原因是房价确实太高了 交通太拥挤了 所以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人回到他的家乡 特别是回到中部地区的一些中大型城市 自己去创业去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我前两天去了哈尔滨 然后有三百多个我们吴晓波频道的书友来见我 然后有很多哈尔滨的同学问我 我说吴老师 现在据说资本不过三海关 我现在该不该留在哈尔滨 我跟他们讲说别到关内去了 关内也是人马为患了 东北现在经济需要挣兴 所以它更需要有年轻人在那边 今天互联网新的技术已经把很多地域性的鸿沟 彻底给抹平掉了 真的不必要每个人都挤到北上广深航